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生活中 女人遇到心动的男人 便会忍不住给你暗示 以此希望你来撩拨她 这时女人会主动放下矜持 给你很多信任 让你可以有接近她的机会 她这么做并不是很随便 而是对你动情了 渴望跟你产生感情 你离她越近 她越会有心动的感觉 因此男人面对女人不要太直男 一定要学会独动女人的暗示 她肯放下身段来迎合你 就是爱你的表现 在与你交往的过程中 她会有意无意向你开放自己的私人领域 希望你能懂她的暗示 渴望你来撩拨她 男人若是看不懂女人的这种暗示 可能会措施真爱 毕竟女人不可能总是主动 更不会一直等你 一般来说 女人向你开放三个私人领域 多半是对你动情了 这就是她渴望被你了拨的暗示 别后知后觉 一 向你敞开心扉 允许你进入她的情感世界 女人若是对你动情了 她就会渴望跟你谈心 允许你进入她的情感世界 她们只会对心动的男人敞开心扉 愿意跟你聊感情 聊爱情 甚至聊婚姻 女人想让你触碰这些话题 其实就是向你暗示 她想跟你在一起 希望两个人能走入未来 相反 对于没有好感的男人 女人基本上都会很有戒心 从来都不会让你窥探她的情感世界 如果她不喜欢你 你也没有机会去了解她 她会和你保持距离 不让你靠近她 只有女人真正动情了 才会开放自己的情感世界 让你对她有更深的了解 朋友小玉姑娘 和男朋友没有决定恋爱关系之前 她就是这样暗示她的 每次跟她在一起 她都会主动谈起有关爱情的话题 还问她对另一半有什么看法 如果男朋友说出了自己另一半的样子 她就会不经意间迎合她 很快就会把自己变成她心里期待的样子 比如 男朋友说希望找一个很温柔的女孩子 她要有长头发 喜欢看她穿裙子的样子 于是小玉姑娘后来便表现得特别温柔 还经常穿裙子 打扮得特别漂亮 其实小玉姑娘以前说话声音很大 也很少穿裙子 之所以有这种改变 都是因为男朋友喜欢 也因此男朋友最终察觉了她的变化 明白了她的心思 两个人很快就恋爱了 所以一个女人愿意跟你聊情感话题 允许你了解她的情感世界 还在你面前打扮成你喜欢的样子 这说明她真的对你等情了 千万别错过 二 对你特别信任 允许你进入她的私人地方 女人若是真心喜欢你 她对你就不会有太多的防备 而是对你特别信任 允许你进入她的私人地方 比如她经常独处的地方 她的闺蜜圈子 她的房间等等 这些地方都是一般人不会接触到的 她肯让你来 说明对你很有好感 渴望你追求她 和你交往时 她会故意制造机会 让你进入这种私人地方 不会介意你的任何举动 她的东西愿意跟你分享 还会给你很多特权 让你对她有更多的了解 与人动情以后 她的变化是很明显的 男人只要稍微细心就能发现 她放下矜持 放下戒备心理 无非是渴望跟你产生感情 所以男人跟女人相处 一定要读懂她的暗示 她让你随意进入她的私人领域 就是爱你最好的证明 如果你不懂她的心思 傻傻的什么表示都没有 也不主动追求她 她心里会很失望 为什么女人总说男人是个木头 就是很多男人都不懂女人的暗示 女人真正对你动情了 可望跟你发展感情 她就会很着急 希望你早点明白她的心意 她会对你给出很明显的暗示 让你有机会接近她 若是你错过了 以后肯定会后悔 有时爱情是不能等的 一定要主动抓住机会 男人千万别后知后觉 三 不经意间触碰你 允许你进入她的身体范围 女人通常都会有一个警戒区 对于不喜欢的男人 他们会特别排斥 这时一旦你进入她的安全范围 就会引起她的警觉 从而拒绝你靠近她 不过当女人真正对你动情了 她就会放松警惕 主动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 甚至女人还会不经意触碰你 给你更加明确的暗示 允许你进入她的身体范围 你要知道 当女人不喜欢你时 你根本就不可能接近她的身体范围 可能还没有来到她身边 她就会躲开 只有真心想跟你交往的女人 才会让你接近她 哪怕产生肢体上的基础 她也不会介意 男人遇到这样的女人 就不要迟疑了 一定要把握机会 才能拥抱美好的爱情 在生活中 男人要细心一点 当你跟女人在一起时 要能察觉出她的暗示 这样才能顺利走入感情 女人向你开放这些私人领域 说明她是真心想跟你交往 男人千万别后知后觉 以免错失真爱 只要你大胆追求 对女人付出真心 相信她会欣然接受 和你共赴幸福的未来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